中华官议会副议党康完隆 政策议员临政策总部生理大会 立法在所称为乡亲的练习持续之下 选大纪兴 但国家人数都交定参加 康副议党表示 要让乡亲希望 未来一定会做好感到关键的工作 为中华官的乡亲政策建设 一日中 康副议党就受到乡亲热情的欢迎 沿途动算下不登 显宁的中华官议会副议党康完隆 已经临任五个官议员 这次在都要称出任令议员 这是受到大行政的影响 中华第一参区竞争激烈 参政一直是相当坚重 但是康完隆表示 乡亲的信息 乡亲的输求 这是最重要的 感谢今天是万语的 省串中博成立 非常多中华各地的乡亲 大家来跟万诺议党三天 可以说万语从政治这十年来 让我们中华的乡亲 大家对我来的听众支持 我未来我的努力认真 必须来打招呼 为公亲要做到一段时间 在省串中不成立电影中 对方国家人数都到处站台 表达专力支持 而且表示 康完隆做人最实在 要算就要算这种 可以为大方来博物 副议长已经担任五届的议员 两届的副议长 基层服务非常扎实 那这次竞选总录成立 那非常多的乡亲支持者 来到现场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高标当选 我们的副议长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土地公平 可以说要求求必应 特别是对我们妙儿有的贡献 对社区的贡献 对我们的乡亲 可以说是大家的幽默共同 那在一段时间 我们在传逆长代表的 也非常有什么心理 地方建设也增出了非常多 在这里 困扯我们的乡亲中博 本着过去疼痛 我们的副议长继续建设 建设副议长也一票回副议长 一票回副议长 共同为我们中华官来改造彰化 让我们中华进步和欢迎 我今天是到彰化 第一场的助选的活动 帮忙副议长 许副议长 但是我早就去看过谢议长了 我们的县长 未免也是一样 我希望国民党在彰化团结 顺利成功 一定会成功 参政越来越最后 是越坚重 科副议长 意义跟乡亲来压手 建设乡亲的志祺 有十堆的信心 会等各位彰化乡亲来服务 也有十堆的主持 会等各位中华坚持更多的建设 新中华新闻白兵林中华 蔡宏伯德